在我们灿烂的文明长河中 有这样一个古老而独特的符号 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但却在一代又一代中华鲜明的想象中 不断丰富着 演变着 最终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象征和文化图腾 大家说这是什么图腾呢 中国人有多喜爱龙 同学们可以从带龙字的成语中去感受一下 比如 生龙 火虎 龙腾 虎月 你看 龙不仅带来了吉祥喜庆 还传递着精神力量 但是同学们有没有想过 从来没有人见过龙 那龙是怎么诞生的呢 今天我为大家请到了一位老师 让我们一同跟随他穿越时空 开启一套寻龙之旅 掌声欢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所长古献群 说到龙 相信同学们都很熟悉 但是谁能说清楚 龙到底长什么样子呢 我们知道龙是虚构出来的 那么虚构的龙 难道是古人拍脑袋凭空想象出来的吗 事实上 龙从出现的那一刻起 就与中华文明息息相关 八千年前第一条龙就在此时出现了 大家看 这是辽宁渣海遗址 这些堆积的石块组成了中华大地上最早的一条龙 石堆龙 六千年前 龙的形象在很多的部落当中出现了 在养勺文化的一个部落里 人们用蚌壳一片一片的精心的摆出了龙的造型 我们想一想 广壳在当时是很珍贵的东西 想必龙一定是为人们所尊崇的形象 在洪山文化的一个部落 人们同样用广壳制作了龙的形象 发现的时候 这条龙出现在祭造的地方 说明这个部落的人们也把龙视作非常重要的存在 为什么它的长相各不相同呢 在遥远新时期时代 先民们与动物朝夕相处 哥部落按照自己的想象 把各种各样的动物神化组合在一起 构成了龙的形象 有的是鳄鱼 有的是蛇 甚至还有的是大鲤 也就是娃娃鱼 虽然对龙的想象不尽相同 但这一时期 中华大地上生活的先民 不悦而同地把龙都作为自己崇拜信仰的徒头 长相各异的龙 后来是怎样走向相似 成为今天我们熟悉的形象呢 考古学界挖出了距今五千年左右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 这是红山文化具有代表性的玉珠炉 这是石家河文化的玉笼 这是林家滩遗址出土的玉笼 这是梁祖遗址出土的玉笼 同学们发现了吗 这些玉笼竟然撞脸了 更让人惊奇的是 这四条玉笼分别来自内蒙古 湖北 安徽和浙江 最远跨越了数千公里 今天我们乘坐飞机高铁 一天之内就能辗转于四地之间 但五千年前的人们 没有这些交通工具 竟然完成了跨越上千公里的 文化交流 遍布中华大地的壮业 向我们揭示了各古国之间 频繁的文化交流 中华文明从满天星斗 到多元一体 龙的样貌 也从千奇百怪走向统一 龙逐渐成为中华鲜明 共同的图头 在两千多年的 多民族统一国家史中 我们回溯了龙的形象的变迁 夏商周的武拙抽象 标志性的国字脸 陈日野 正是夏代前后龙的典型的标志 秦汉的雄剑桃放 从腾飞向上的这样一个姿态里 我们看到了大一统强盛的国力 隋唐的剑状圆润 正是繁荣开放的 圣唐气象的生动写照 颂元的典雅秀丽 透露出清秀但囚禁的美感 中国龙的形态变化 每一步都清晰地折射出 中华文明发展的逐渐 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连续性统一性的象征 我们在龙文化史中 能够溃见一部龙缩的中华文明发展史 龙是中华文明中最重要的文化基因 赋予中国人自强不息 砥砺奋进的精神 在今天继续塑造和鼓舞着 亿万龙的传人 亿万龙的传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